我們先來連線到台北地方法院 下午兩點半呢 余政縣 吳淑貞要對職喔 余政縣已經到了 吳淑貞還沒到 連線給記者吳家蕙 好了 現在是下午的兩點半之前喔 那麼在燒島的時候呢 這個余政縣呢 已經來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那麼今天下午兩點半開的庭呢 就是余政縣要來跟這個吳淑貞 姐弟之間呢 來做大對職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燒島之前 余政縣進來的時候的畫面 你們會跟吳淑貞說實話嗎 在庭上 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 余政縣她是帶著微笑 而且神情的感覺 還是相當的輕鬆喔 不過今天呢 在這個法庭裡面呢 這個法官喔 這是南港弊案的一個法官 跟之前的這個蔡守遜 所組成的何怡婷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這個組合 那麼今天呢 在庭上的主要就是針對說 這個吳淑貞喔 他之前在作證的時候 他是強調有叫余政縣來給郭權慶 最有力標 不過余政縣這個部分是完全否認 他強調呢 是當初是聽從吳淑貞的指示 洩漏名單給蔡明哲 那麼最主要的差異就在這邊 而且呢 這余政縣也不認有任何貪污的事情 待會在庭上 兩個人會有什麼樣的對職情況 我們也會隨時為你掌握 將時間交還蓬內主播 好的 我們看到呢 是這個余政縣喔 已經準時的出庭 而吳淑貞仍還沒到現場 隨時抵達北院現場 未停插坡連線 但是余政縣今天的心情 看起來是蠻輕鬆的喔 跟他剛從看守所出來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今天的這個對職 應該是很輕鬆的過招嗎 吳淑貞說余政縣講的就是對 就幫了余政縣嗎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結論 不然他怎麼會這麼輕鬆 我覺得前半部的描寫 他今天體態有一點 又有一點比較浮態 負胖 對 稍微胖一點 那走路 雖然胖 但是走路非常輕盈 那臉上的笑容 我認為是真的 所以他今天真的是有備而來 所以我根據他這個外表 他今天不會犯共 他今天就跟以前 還是講一樣的東西 那吳淑貞呢 我覺得吳淑貞也不會犯共 所以今天就這個所謂 就是無效位置 最有力標的爭議 還是各說各話 還有錢是怎麼搞定的 是怎麼民意這個錢進來的 我覺得也會各說各話 那最後大概只有靠 法官的自由行程 還有看這所有的客觀的情況 那法官自有推斷 但是問題是很多人 那個余政憲也一直強調說 他沒有半分錢放到口袋裡頭 那這個是不是構成 這個案子的一個主要要件之一 我覺得大家要了解 余家跟貞家的互動關係 因為余家真的深受貞家的照顧 他們一家三代 四代來三代 通通做官 哥哥做完姊姊做姊姊 做完弟弟做 弟弟做完爸爸再做 大風吹就對了 做也要了 所以我覺得余政憲 他當初願意促成 在這件事情讓他完成的動機 不一定說 要有實質的信臺幣入口袋 那就是說這裡幫你幫忙 別的地方你回饋給我 這個如果大家聽不懂 這很像容積力移轉 你知道嗎 你這個大樓讓我蓋高一點 讓容積力移到別的地方 就是沒有直接對價關係 對 但是廣泛的友好關係 這個好像期約會選 容積力移轉 就是說不一定要就這個案子 馬上真的有對價 所以對價應該是做廣義的解釋 這我補充一下 剛剛沈醫師提到這個 就是檢察官辦案辦一半 就變成這樣子 不是只有阿扁講 連李海龍檢察官都講 說余政憲官沒幾天都說出來 因為之前阿扁講之後 當然邱憶寅也出來幫余政憲講話 可是後來我們看到這個光碟裡面 連李海龍檢察官都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檢察官就竟然還留在特徵中 余政憲官沒幾天就講出來 這話能講嗎 那如果他關沒幾天就講出來 你為什麼關他那麼久 我都已經講了 你要不要關那麼久 我也不知道在辦什麼案子 說像沈聖位也是 為了保護你 所以不然關起來 既然收下這種要件 那2185還有北索 其他看守所的人 應該統統放出來 亂辦就是這樣子 這算救世論事 第二個 余政憲幹完內政部長之後 下來跑去幹台唐董事長 我就接沈醫師講這個 這個有沒有對價 余政憲的老婆 我後來去那個煙酒什麼 台灣煙酒公司幹董事 有沒有對象 余政憲幹了兩三年的內政部長 只服務這一件嗎 我們現在看起來說 辦人就辦人就服務這一件 就剛好南港長安管的案子 然後經過內政部營宴組 然後他就把名單 把名單交出來 就這樣而已喔 所以嘛 所以我們光看這個個案 都覺得很奇怪說 余政憲跟吳淑貞認識這麼多年 姐弟相稱 結果余政憲關沒幾天就 我就說了 可是不要忘了 余政憲當時是怎樣 是坐飛機要跑的 那時候邱憶瑩還扣映到你節目來 哗啦哗啦講一下 他要去看F1賽車 他沒要逃亡 就當天就被收押了 就近看搜索了 對啊 就從高雄來台北 馬上開庭 然後就被收押了 然後就 所以武功 這案件的流程 大家如果去回想的話 你會覺得很奇怪說 只有這一件嗎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今天的對質啊 對於說名單有沒有外洩 這不是只有吳淑貞跟余政憲的問題 後面還牽涉到七個教授啊 七個評審委員有事情啊 那目前這些評審委員通通否認 通通否認 可是錢有沒有查到 錢查到了 他們說是不是採罪有力標 我覺得也很奇怪 你這種用這種 政府採購法的 你不用罪有力標 難道你要用價格標嗎 那不廢話嗎 所以吳淑貞講說他忘記了 他可以講忘記了 余政憲也可以講說 他交給我就給 那法官你最後要做裁判嘛 另外主席 你昨天問到一點說 今天這個庭不是蔡守信的庭嘛 那今天吳淑貞是證人 余政憲是被告嘛 改天啊 如果蔡守信那邊有需要的話 變成余政憲來當證人了 那就變成說 本來可以一次解決的 交互結婚的庭 我們後來討論到 他們交換筆錄也可以啦 不行不行 不行 我不能把這個庭的筆錄 給另外一個庭用 你是證人跟我是被告跟 身分不一樣的話要重問啦 因為那個 結問的過程不一樣 重問一次 這又證明什麼 我再度的就是 浪費司法資源 是啊 就浩大喜功 那悲剪半夜半夜分過來 就出現今天這種荒謬的情形 不過我們來看 等一下余政憲跟這個吳主貞的對峙 到底會有什麼樣子不同的地方 矛盾的地方 或者是爆出更多的內幕 就是剛才慧文池 除了服務這一件之外 還有沒有服務其他的這個案件 當然是不在這個庭的審理範圍 但是通常交叉結問跟對峙 都會有一些新的這個料出來 有一些可能都是構成犯罪行為 我們再先回到 陳水扁的這個關不住的聲音 這本書裡頭 其實呢很大的篇幅 是針對謝長廷的部分 針對謝長廷是不是在過去的 逼宮的行為 這是周刊今天做的標題 那裡頭呢 是陳水扁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 還是紅山軍期間的時候 那這個他說我永遠記得紅山軍亂台的時候呢 國民黨提出了一罢二罢三罢 就是要罷免陳水扁的這個說法的時候 你居然當著我的面說出 總統下台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喔 就是說這個話對陳水扁的當時 聽起來是非常的刺激 因為國民黨要我下台 你居然還跟我說 下台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他一直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呢他後面講的這個內幕是 他叫他出來選台北市長這件事情喔 他說呢當時就是在幫他做總統的初選的量身訂造 他說是為了你好也為了菊姐好 就是陳菊喔 拜託你選台北市長 讓2006年的北高市長好像是你一個人的選舉 因為在台北呢選市長也可以講你高雄的政績 那陳菊在高雄選市長也要講高雄的政績喔 所以好像是他一個人的選舉 那這是總統初選你可以勝出的關鍵之一 所以後來呢別的天王天后都怪說都是我害的 那他說呢我已經做到了幫你的忙 或許你不領情從今以後我仍要祝福你恭喜你 我已經做過總統的人不會再跟你爭了 就是跟謝長廷說我都做過總統了 現在不會再跟你爭了 你不要再跟我有長扁心結 長扁之爭喔 對 他都用你 都不會再跟您爭了 不好意思要用這個尊敬禁語 那前面呢則是諷刺謝長廷現在在廣播開的一個節目 有贏最大聲 他就說呢我同意講真話最大聲喔 但是不能講一半 然後他說謝長廷講一半是講哪一半呢 他說呢這個謝長廷否認說 2008年的總統大選有拿到陳水扁的這個競選經費 他說你否認2008年 你為什麼不講2002年的高雄市長選舉 跟2006年的台北市長選舉 我拿給你多少錢喔 這是我應該幫忙的 我不是邀功 但是話不能講一半喔 就是說謝長廷你承認 要拿我的錢是2002跟2006 你不能只說你2008沒有拿 就是要謝長廷把話說清楚 所以謝長廷今天會不會 把真話的另外一半也講出來喔 今天他有節目 所以極有可能又會把這個另外一半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講出來 我們先來回顧2006年 那個時候呢 所謂的在陳水扁面前說 你當我的面說出 總統下台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情況 下台也不是什麼一個目的 這個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的 認知人物上台下台是不是要看待一眼 我個人是覺得說這個選情的衝擊 我們現在不必完全考慮到自己 因為這是一個國家的大事情 每一個人應該是以台灣去思考 以我們長年的未來去思考 而不是考慮到說幾天的選情 這個是當時他說的 其實這個下台也不是什麼天崩地裂的事情 那這個陳水扁記得的是說 下台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應該就是這一次內部的會議 有這一個場景 讓陳水扁一直耿耿於懷 有人居然落井下石 要叫他下台 陳水扁跟謝長寧 我倒希望這個沈委員可以講更多 他要了解更多 我是盤觀者 謝跟陳兩位都是整個環對運動那個 順勢而起 在美麗島事件後的那個 浪潮來的是順勢而起 成為英雄人物 今天1980年到現在還不到30年 落到這種地步 我覺得兩個都要克制 尤其他們真的有長扁情節沒有錯 就像歷史上的餘樣情節一樣 但是如果到現在一個在建議 一個要退出政壇 就談的是這種尿漆的彎 你30年前在做反對運動要做什麼的 我說你把他倒帶這樣思考看看 我曾經跟那個在大選期間 在民進黨立委敗選後 謝陽庭在大選這一段 敗選到大選 我跟謝陽庭談過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跟陳水扁切割 我是很認真地直接問他 他說我怎麼切割呢 我一切割第二天就變頭版頭條了 他說的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他的語意是說 他有在跟陳水扁做柔性切割 類似意思這樣子 那王哲爾以一 今天一個是已經被丟到歷史山洞 一個被丟到黑牢 你們翻這些舊帳有什麼意義沒有 包括現在你要回應 我覺得他都要小心 我剛剛翻一下這個一週刊 我看到幾個字 陳水扁說我寫這個五十封信是 出遠門的心情 出遠門 這不知道什麼意思 可怕醫學專家來解讀 從土騰到歸山很遠嗎 出遠門 出遠門就是說 我想就是至少三十年以上有幾天 很難再見面的意思 更加倍 所以什麼狗也寫 孫子也寫 我想是 因為我剛剛翻到出遠門 我希望說 陳水扁這時候不是寫這些信 如果 你去接一本聖經 或佛經都沒關係 把那個心思再讀這些經典 會讓你更好 我意思說 這個時候的狀況 也不知道讀那些樹狀都沒有意義了 你讀那些過大會 趕快就鑽進那個牛角尖 對他好 當然我對他的行為是絕對批判 但對他這本能 他的行為我是絕對不原諒 但對他本能我還是要這樣說 你是不是回到自我 去讀一讀 金剛經也沒關係 聖經也沒關係 或是 是可蘭經也可以 可蘭經其實也非常好 也很多故事 其實大家讀看看 可蘭經有很多好的故事 讀的時候你的心境改變 也許對世界改變不一樣 類似這種 你們過去獨領風騷 結果到後來是 每天版面就是 談這個喵其他彎 英雄人物不做這種事情 不要做 弱難英雄 要做 英雄人物就是在監獄中 還表現你的不同的高尚能格 這也做不到的話 那信不要再寫 我回應中信那個出遠門的心情 出遠門 當然是一般 如果說 他爸爸要去坐牢 小孩子還小的話 就要跟他媽媽交代說 小孩子如果問起來 就說 爸爸出國了 或是出國去經商 或是出國去念書 千萬不要跟小孩子講說 去坐牢 這個就叫出遠門 短期會不來 這是要坐牢的心情 短期會不來 這是韓話 對小孩子 但是 卻不利用坐牢 大家都知道 其實也不必用這個 出遠門的心情 就是一般 除非他孫子不看電視 他看了電視都知道 還有錢給他你用得上 對 所以有問說 阿公去哪裡 阿公出國去了 去受訓 去念書 去經商 什麼都沒關係 一般來講 坐牢是不明義的事情 不太願意給人家 那小孩子小的 不過 如果說這些都是翻舊帳的話 到底有哪些人會回來 就是回應陳玉扁的這些舊帳 民進黨呢 發了一個新聞稿 就是今天在知道有這本書之後 發了一個新聞稿 直接指明了說 這個周刊的揭露很多公開信的內容呢 他們都沒有辦法一一查證 那有一些呢 是陳玉扁的個人感受 他說呢 某些程度應該是悄悄化 不是公開信 理論上是陳玉扁應該自己 私下講 而不是公開發行的 他說呢 所有的事情都過去了 究竟實際的狀況如何 只有當事人清楚 未來或許有很多深入的訊息 有歷史研究的價值 但是現在爭辯這些問題 意義不大 歷史研究的價值在 我覺得這兩大天王的高來高去過早 當然其實從大的角度來看 那沒什麼意義啊 但是從犯罪心理學啦 或是從其他的 就大家呱呱呱呱呱 我覺得是還滿有意思的 我先講那個 不會再跟您爭了 他跟李旭廉也講同樣的話 你放手的去準備馬力總統的選舉吧 所以他很喜歡講這句話 沒有 表示現在 表示他一輩子 都在跟人家爭 所以還是念念不安 一想說把人家爭什麼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麼辛苦 還有那個謝航寅講說 下台不是最壞的結果 我對謝航寅講這句話 倒是滿敬佩的 因為如果阿扁提早下台 今天恐怕不會這麼慘 或者是那個洪三軍的時候 你是說他神機妙傳 他如果下台的話 洪三軍的時候 他如果下台 李旭廉取代 然後李旭廉特色他的話 今天恐怕也沒這麼慘 所以我覺得謝航寅這個講法 所以回頭倒推去看的話 並不是完全沒道理 至於阿扁說 你好起司拿我那麼多的錢 我必須講 相信你 這個沒有什麼好賤小 因為很多錢 其實是要給你 但是要從阿扁那邊過水一下 因為台灣過去幾年政壇的習慣 就是說明明要給黨的 給候選人的 也要給阿扁看 所以阿扁轉手然後給你 你不虧欠阿扁什麼東西 那我想那個錢大概我來猜 但是以千萬為單位 仗義的可能性不大 那我覺得你不需要否認 你回去去想一想 問問你的總幹事 或問你的親信 算一下大概有多少錢 我覺得這一點是可以承認的 因為阿扁咬死你這一點 也沒什麼用 你收了這筆錢 你也沒什麼好慚愧的 我覺得還是誠實比較好 好我們先進行廣告